我是一个穿着太空衣的时空旅行者 穿梭在不同时空和宇宙之中 这次我去到了一个只有鼠类居住的星球 田鼠与家鼠是好朋友 家鼠去田鼠家玩乐 家鼠边吃住淡漫与骨子边对田鼠说 朋友你知道 你这是过着蚂蚁一般的生活 外面有很多好东西 去与我一起享受吧 之后田鼠跟随家鼠来到城里 家鼠给田鼠看豆子和骨子 还有红枣 干烙 蜂蜜 果子 田鼠看得目瞪口呆 大卫惊讶 称赞不已 并背叹自己的命运 他们正要开始吃 屋主人打开了门 家鼠一听声响 害怕得赶紧钻进了鼠洞 当家鼠在想拿干烙时 屋主人又拿什么东西 家鼠立刻又钻回了洞里 田鼠虽然很饿 但害怕被捉住 便对家鼠说 朋友 你自己尽情的去吃 担惊受怕的享受这些好吃的东西吧 我还是去吃那些大麦和骨子 平平安安的去过你看不起的普通生活 这个故事对于我有助深刻的意义 我从前居住的世界 充满了科技和便利 大家可以无时无刻享受美食 娱乐和舒适的生活 然而 这种生活却也让大家失去一些东西 例如单纯的爱 正确的价值观 田鼠与家鼠的故事提醒我 简约而满足的生活也是另一种幸福 即使没有豪华的物质包装 只要是自己想过的生活 也能感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谢谢观看 我是一名穿着太空衣的时空旅行者 希望下一个故事再现